好,我們三堂課最後介紹到了TOY的這16個指令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看看怎麼樣這個16指令呢 寫出一些有意義的程式 那我們看第一個程式呢 我能不能用TOY幫我去計算的8加5 好,那我就先把這個程式寫來這邊給你看 那我們先稍微勾輸一下這個程式 然後再看一下它運作的結果 好,首先呢TOY的程式大概就是說 你告訴TOY說 你一開始要先把你的程式載到記憶體 所以你現在相當於要說 在第幾號位置我希望放什麼內容 你的資料跟程式的 不單單是程式 你的資料跟程式的一開始呢 要先把它載到記憶體 當你的資料跟程式呢 準備好之後 你會按一下Run 其實正常應該說把你的ProgramCounter 移到Starting Edges 然後按下Run 然後它就開始跑 好,所以說TOY的Program 基本上就是一個描述Memory的Layout 我覺得你的Memory應該長什麼樣子 的一個描述 所以通常呢 它會有每一行 前面呢 冒號前面來彈位置 冒號後面來彈資料 所以冒號前面呢 是一個8bit的數字 冒號後面是一個16bit的數字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的程式的第一行寫的00冒號 0008 那這一行的意思是說 請你幫我在位置00的地方 放上呢 0008這個內容 OK 好,第二行寫的01冒號0005 也就是說呢 請你在位置01的地方 幫我放上呢 0005這個內容 OK 好,接下來呢我們就 跳到10冒號 好,那這是一個TOY的一個 城市的一個convention convention的慣例啦 也就是說 沒有一定要這麼做 只是我們一般呢 習慣這麼做 就我習慣呢 讓我的城市從10這一行 開始執行 OK 就我們把我10這一行呢 當作我的城市的entry point OK 就像講這是convention 你要從任何一行開始 其實都可以 你沒有特別指定的話 我假設你從10開始 所以我們一般會從10這一行呢 開始執行我們的城市 也就是說呢 大部分情況之下呢 你可以把你的資料 放到前面那16個word OK 大部分情況之下 好 所以我寫10冒號8A00 那基本上 它意思是說 請你在位置10這一行 幫我呢 這memory的位置10呢 幫我填入8A00 這個資料 這個data 它其實是個指令啦 可是電腦不管嘛 你就告訴我 位置10填8A00 我就填8A00 至於它是資料 還是program 其實電腦就不管了 OK 執行到這一行 它就是指令了 你要assess這一行 它就是資料 OK 好 那接下來一樣的道理 就11這一行放8B01 12這一行放1CAB 13這一行放9CFF 14這一行放0000 OK 好放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program counter移到10 然後按program它就開始跑 好那我們接下來分析一下呢 這一些指令呢 在講什麼 好一開始的00 我放008 這是要放資料 因為我要做8加5嘛 那你總要在你的電腦的某處放8跟5啊 所以我們決定呢 把8跟5呢放在位置0跟位置1的地方 這是你 你決定的啦 你愛放哪裡都可以啦 那只是我們就把它放位置0位置1 我位置0放8 位置1呢放5 OK 好然後呢 10這一行就開始出我的程式囉 然後我說呢 8A00 8是什麼指令 如果要記得的話呢 8是load 8是load OK 那load呢 是個format2的指令 它會把呢 記憶體的某個位置的內容呢 送到某一個0指令的佔存器 8A00呢 就是把位置00的內容呢 送到A佔存器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後面其實有想8A00呢 它的semantics呢 8A00的semantics呢 其實就是 這個 把memory00 位置00的內容 送到RA這個佔存器 因為8呢 是一個load的指令 好 那下一行呢 說8B01 8是load的指令 01是位置 B呢是RB 所以它就是說呢 把位置01的內容呢 送到RB 好 那位置00的內容 現在是什麼 我們位置00放的是8嘛 所以執行完10這一行之後呢 暫存器A 會變成8吧 OK 所以執行完這一行之後 執行完這一行之後 執行完這一行之後 暫存器A的內容 會變成8 OK 我暫存器的內容會變成8 A的內容會變成8 Program Counter會變成11 11就是說呢 下一個要被執行的指令 OK 那我們現在Program Counter 就是每次加1 加1往下加就是 OK 因為我們Sequentially 從上往下執行 我現在還沒講到Flow Control 所以呢 它只會從上往下執行 OK 好 那11這一行呢 內容是什麼 是8B01 那我們說過 8B01呢 就是把位置01的內容呢 送到RB 那位置01呢 現在內容是什麼 0005嘛 所以執行完這一行指令呢 你期待呢 RB的內容會變成0005 執行完這一行指令 RB的內容變成0005 PC的內容變成12 OK 好那我開始執行12這一行 那12這一行寫的是1CAB 1的是加法 CAB呢 C是Distination A呢是Source S B呢是Source T 所以呢 這一行意思就是說呢 把RA加RB 的結果呢 寫到RC 然後現在RA的內容是0008 RB的內容是0005 加完之後呢是13 13呢 就是ABCD嘛 是D啊 OK 所以執行再完之後呢 RC的內容應該會變成000D PC會變成13 13啦 不是13啦 因為這邊其實講的是19 因為這是16定位 OK 好呢 所以執行完CAB這一行之後呢 PC會變13 RC會變000D OK 所以我就已經做完了 8加5了嘛 OK 然後最後呢 我要把這個結果印在螢幕上給你看 你才知道8加5是多少 所以我要把RC的內容呢 印出來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呢 Toy呢 把最後一個Word 保留用來做Input跟Output 如果你想有什麼資料 你想要印在螢幕上給使用者看的 你就把它呢 把那資料呢寫到FF這個位置 反過來如果你想要從 Input讀資料進來的 你就從FF這個位置呢 讀一個資料進來 好了現在我們希望把RC的內容寫到 螢幕上給使用者看嘛 有時候我希望把RC的內容送到FF這個位置嘛 所以我做的是一個從 暫存器搬到記憶體的動作 所以這是一個Store Store是第9號指令 所以我應該做的是9CFF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是E3這一行做的是9CFF 9是Store C是RC FF是Memory的FF這個位置 那FF這個位置我們說呢 保留給Input跟Output用 你如果把資料呢 送到FF這個位置 寫到FF這個位置 那相當於就把它寫到螢幕上 你如果從FF這個位置呢 拿資料進來呢 相當於從Standard Input呢 把資料呢 拿進來 OK 我們這邊呢 是要把RC的內容 印到螢幕上 所以會寫9CFF OK 然後就會在螢幕上呢 出現 000D 然後程式就結束了 所以呢 我最後要寫0000 D0號指令是HALT OK 這裡有程式就結束了 好 這是一個加法的一個程式 它可以呢 把8跟5加起來 印在螢幕上面看 告訴你的8加5是13 OK 好 那我們怎麼去執行它 因為我們並沒有這樣一台Toy Machine 那可是呢 我們有一個模擬器 模擬器 所以呢 這個普林斯頓的這個團隊呢 就用Java寫一個Toy的模擬器 讓你可以在這個模擬器上面呢 去執行呢 跟DebugToy的程式 那什麼是模擬器 模擬器呢 通常就是呢 我去模擬另外一個東西的運作嘛 OK 那比較常見的模擬器 比如說有這個 任天堂的模擬器 在PC上面有個任天堂模擬器 可以把任天堂程式呢 放到任天堂模擬器上面 在PC上面去執行 玩任天堂的遊戲 OK 那為什麼需要模擬器 當然像這種就是 某些電腦已經不存在了 像是這個紅白 任天堂的紅白機已經不存在了 那你怎麼樣玩上面的遊戲 你就可以寫一個模擬器 去模擬任天堂紅白機的硬體的運作 然後把任天堂紅白機的這個硬體的程式丟給它 它就可以去模擬那個運作 讓你可以在現在的電腦上面去玩 已經不存在了任天堂紅白機的電腦遊戲 OK 那或者是呢 你可以跨平台的運作 比如說呢 你可以在PC上面去執行呢 這個iOS的程式 你可以在PC上面 或是在Mac上面去開發 手機上面的程式 那你這時候呢 會在你的Mac電腦上面 會有一個手機的模擬器 你才能夠去執行 模擬呢 在iPhone上面的程式的執行 這是跨平台的程式開發 或者是呢 為了一個不存在的電腦 這不存在的電腦呢 很有可能是個未來的電腦 比如說呢 我可能有一顆新的CPU 或是一個新的遊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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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呢 這個PS11對不對 現在PS6 它也可能出到PS11 那可是呢 我這個硬體還沒做出來 那可是呢 如果呢 大家要等到硬體做出來 再來開發那個遊戲 那等到硬體上市的時候 你會發現沒有遊戲可以玩 所以說呢 硬體跟遊戲呢 必須要同時進行 即使硬體還沒有做出來 遊戲就要開始開發了 那怎麼辦呢 那我就只好用模擬器 我現在模擬器上面去開發呢 未來可能被發行的 Game Console的遊戲 等到這個Game Console真的做出來 那我做好的遊戲呢 直接放到上面就可以跑了 所以模擬器其實有很多種可能的用途 它可以去模擬 已經不存在的電腦 過時的電腦 跨平台的程式開發 或者是呢 做未來電腦的這個預先開發 或者是進行一些debug都有可能 所以模擬器有很多的一些用途 那在這邊呢 我們其實就用的是一個 Java所寫的一個 Toy Machine的模擬器 大家就想這個樣子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呢 去開發呢 你的Toy的程式 並且用它呢 去運作 運行 並且可以進行debug OK 好 這大概大概的一個操作的方式啦 那我想 我們就不如就直接操作一次 你就 比較清楚 這一個 在Toy上面 如果真的有一個Toy Machine 你怎麼寫程式 我們用模擬器呢 來模擬這個寫程式的過程 那這個Toy的模擬器呢 你可以從普林斯頓的網站上面 可以download到 我需要用這個 那你把它執行 執行起來呢 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OK 我把它弄小一點 因為這螢幕解析度不夠 這樣可以 好 好那這個模擬器其實還蠻powerful 首先你可以直接在那邊寫程式啦 如果你要的話 不過我們先用它的這個 這個模擬器的一個樣子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做出來 電腦要長這樣 那這邊是偷偷給你看說 memory的內容 這是memory 這是register 如果你真的把它做出來 你就看不到了 這是為了方便讓你看一下 記憶體跟暫存器的內容 有沒有如你所願 好 那我們來寫那個8加5的程式 那如果在這個 如果Toy真的做出來 它的介面長這樣 好我要寫8加5的程式 你還記得的話 一開始呢 我要把8跟5放到memory裡面 所以呢 你要記得的話 我會把8呢 放到0這個位置 那也就是說呢 我現在希望呢 是 位置0000 那我要放什麼 0008嘛 所以你就把這個開關 往上搬 這008 OK 所以你希望 位置0000放0008 然後你就按 load OK 你可以偷看一下 你會發現 位置0000 確實變成 08了 好了 那我接下來呢 我希望位置00001呢 放0005 那5的話就是 0101嘛 OK 那我就按load 你可以看到 位置01的地方呢 確實變成0005了 OK 好 我資料放好了 位置0放8 位置1放5 那接下來呢 我要寫程式了 我程式呢 從10開始放 所以呢 我要在位置10 位置10的地方放什麼 我要先把8 送到暫存器 A嘛 所以我需要做一個load的指令 load是第八號指令 所以呢 是8 A 00 對不對 那A就是10 10就是 1010嘛 8A00嘛 OK 所以位置10放8A00 然後呢 按load OK 可以注意到位置10呢 變成8A00 OK 然後呢 我要把 位置01的地方放到 RB嘛 所以說位置11的地方 要放 8B01 所以8B B的話呢 就是 101 0B 8B01 8B01 OK 就是8B01 然後我按load OK 所以位置11就是8B01 那接下來呢 我要做加法 R1 R1 R1加RB 放到RC 所以呢 我要做的是1CAB嘛 對不對 1是加法 C是destination 然後呢 我要放在位置10的地方 然後呢 我要放的是1CAB 1 C是什麼 ABC12嘛 12就是8加4 1CAB B OK 所以呢 load 所以位置12呢 就是1CAB 所以呢 我現在把RA加RB 放到RC 然後把RC呢 印到螢幕上 所以呢 我要做Store的動作 Store是第九號指令 9CFF 所以呢 位置13 要放呢 9CFF OK 按load OK 所以位置13呢 就是9CFF 然後位置14呢 是0000 Hold 那剛好已經是0了 理論上你要做一次比較安全啦 因為你不知道memory裡面有什麼 好 不過現在我們假設它是乾淨的 好 我程式寫好了 程式寫好了 接下來呢 你要先把你的Program Counter 移到你的Starting Entry Point 你的Entry Point 就是10這個位置嘛 所以我要先把Program Counter 設成10 然後呢 我做Look這個動作 我就把這個Program Counter移到10去了 OK 好像準備好了 程式 資料跟程式都準備好了 Program Counter跑到10了 那我要開始運行這個程式了 那我就按RUN這個Button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其實5個cycle啦 其實是10個cycle 其實是8個cycle 因為只有4個指令 4個指令之後呢 你就可以在 左上 右上角的那個 7段顯示器上面呢 看到0000D 應該是這樣 如果沒有寫錯程式的話 好 那我就按RUN 按RUN 然後就開始跑 000D OK 那我就寫完這個程式 而且呢 在螢幕上看到我的結果 所以說 如果你是在50年前寫程式 你大概就是不要寫程式 OK 那你應該覺得很幸運 你不是在50年前寫程式 好 那這個Toy的模擬器的開發者呢 很貼心的為大家準備了文字模式 OK 所以你可以用文字模式寫程式 那文字模式的程式怎麼寫呢 就像我們剛剛那樣寫 你先告訴我位子 再一個冒號 你再告訴我資料 你把這個Memory的Layout呢 把程式跟資料 用MemoryLayout的形式呢 的一個文字檔告訴我 好 那比如說我這邊已經寫好了一個 Toy的程式檔 那我就讓大家看一下Toy的程式檔 大概長什麼樣子 它基本上只是一個文字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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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做AddTo.Toy 這個做加法的程式 那跟剛剛的加法不一樣 是說呢 這個程式呢 會從Standard Input的讀兩個數字進來 然後呢 再把這個兩個數字加起來 再印在螢幕上給你看 再避免你做避免 因為如果寫個程式加8加5 那它就一直印000D 在螢幕上給你看就好了 那所以這個程式呢 更進一步一點 它從 它要你輸入兩個數字 它把你輸入兩個數字 加起來再印在螢幕上給你看 所以這就是你寫的 就是你找一個任何一個文字編輯器 把這個程式這樣寫好 那10的地方是寫8AFF 也就是說呢 Standard In讀進來一個數呢 放到暫存器A 那第二個指令呢 是8BFF 也就是說呢 從Standard In呢 讀進來一個指令呢 放到暫存器B 那後面都一模一樣了 OK 好你寫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用這個 我們的模擬器 用我們的Toy的模擬器呢 這邊呢 可以呢 open一個file 然後呢 把addTo.toy 露了進來 OK 那你看它就會 把這個程式呢 秀來這邊給你看 OK 然後它就告訴你每一行在做什麼 比如說呢 8AFF呢 就是readRA 8BFF呢 就是readRB 一起推 然後呢 好那露了進來之後呢 一樣你就可以去執行它 你再錄進來之後到這裡 它的程式移露了在那裡 OK 所以你open file之後到這裡來 你可以注意到它的程式 我們剛剛寫成移露了在這裡 這不是剛剛的程式 為什麼你看 位置0跟位置1 並沒有8跟5嘛 然後10指令跟11指令是用FF 不是00跟01嘛 所以是我們剛剛寫的程式 它可以幫你載入進來 所以到這邊呢 按run就可以了 它現在要你輸入一個數字 那怎麼輸入數字呢 你就要用這邊輸入 那假設呢 我們想做8加9 OK 那你就可以呢 輸入8 然後按 我如果沒記錯是Enter 然後再按run OK 然後你可以看到 RI的內容已經變成8了 然後呢 因為你執行第二行 它要從Standard Input 讀進來一個數字嘛 所以它在等你 所以你看到這inweight這邊亮起來 比如說我在等你 好 那你就說我要輸入9 然後你按Enter 然後再按run OK 8加9是17嘛 16進位就11嘛 那要告訴你了 結果是0011 OK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要寫TOEy程式的話呢 你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但我不鼓勵你用switch來寫了 你可以用text file寫好之後 roll的進來 然後呢 試試看結果對不對 對 那其實已經有很多 事先寫好程式 你可以跑 比如說呢 這邊有一些像是做bubblesault啦 或者是做這個階層啦 城法啦 Fibonacci樹裂啦 等等的 還會是最大供應樹等等的 這你用c都不見得出來的嘛 OK OK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 知道怎麼在上面寫程式之後呢 我們來看稍微複雜一點的程式 畢竟我們剛剛做的比較像 像Hello World而已啦 我只是做很簡單的 要書加起來而已 那麼現在想做複雜一點的程式 我們接下來寫的程式呢 其實我們要做懲罰 你可以注意到toy沒有懲罰 之前介紹的所有ALU都沒有做懲罰 所以我們告訴你呢 上堂課啦 我們最後告訴你 其實可以用硬體做個懲罰器的 不過呢 我們的ALU並沒有支援 所以說你當需要用懲罰的時候呢 你需要用軟體來寫 好所以接下來我們想做的事情 就寫一個toy的懲罰 的程式 OK 好那講toy的懲罰程式之前呢 我們得要介紹flow control 因為你不太可能 沒有flow control寫出一個懲罰來 OK 好那我們基本上呢 先介紹兩個flow control的指令 指令C跟指令D 指令C呢叫branch if zero 基本上它的 我們可以再回到reference card 可能會比較清楚 如果你對某一個指令 有疑問的話 你就看reference card 就是我們的programming menu 就一頁而已 那如果是intel的組合語言 或是machine code的programming menu 大概呢一本大概一千多頁 所以不太可能去寫intel的machine code 不過toy的machine code呢 它的programming menu 就這一頁而已 好指令C branch zero 你看它的format是format2 表示呢它牽涉到位置 為什麼牽涉到位置 因為你要跳到某一個地方執行 跳到某個地方執行 那個地方呢就是我們的memory 的某處嘛 因為我們程式放在memory裡面嘛 所以branch zero 你看它的semantic 它說呢 if rd等於0 pc呢變成addr 那記得pc是什麼 pc就是我下一個要執行的指令的位置 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呢 我把pc變成addr的意思就是說 我下一個要執行addr那一行的指令 好可是並不是always 他說呢如果rd等於0 那rd在哪裡 就是我是format2 那個d嘛 所以它會檢查某個暫存器 如果這個暫存器的內容是0的話呢 它就會跳到你指定的那一行去執行 所以branch if zero 意思是這個 那第一號指令呢 branch positive 就檢查呢 你規定那個暫存器的內容是不是正的 如果是的話就跳到你指定的那一行去執行 ok 好我們知道這兩個conditional jump 他們做的事情之後呢 我們再回來看我們的懲罰的聲勢 ok 指令c指令d ok 好你會注意到呢 在我們toy裡面呢 沒有fall 沒有while 沒有repeat 沒有我們一般所看到的回圈 它只有jump conditional jump ok 所以你沒辦法寫while fall fall這樣的回圈 那你怎麼樣去實現 c fall while 這樣回圈都可以用jump 去實作出來 ok 好我們先來看如果你用c 或java寫 乘法 你會怎麼做 那這種我們不管速度 這是一個連加法的乘法的實作 ok 我要做a乘以b 把結果放到c 所以我三個變數abc 那我宣告三個變數abc a是3b是9 比較少做3乘以9 那c呢 就是我的成績 所以算完之後呢 c應該等於27 那我怎麼做乘法呢 我就用連加法 那這個3乘以9呢 也就是說呢 三個9加在一起 或9個3啊 這個小學有教過不過我已經忘了 不過無所謂 我們不常做是三個9加在一起 就是9加3次的意思 所以我a呢 就是說我加了幾次了 所以我每次加一次呢 我a會減減 所以我就畫 a不等於0 a從3開始對不對 每加一次我就減一次 我當它變為0的時候 表示我已經加了a次了 那每次加什麼 加上9吧 加上b啊 加上b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每次呢 c會等於c加b a等於a減1 這個回圈執行三次 每次加上個9 9就加了3次 結果就是27 最後把27 印出來會隨便你啦 反正成績就放在c 好這個是java寫出來的一個乘法程式 我們用連加法來實作乘法 當然這速度很慢 我們現在談課 我們會談怎麼樣去加速它 不過目前我們先看看 我們能不能用toy的machine code 用實作這個版本 這個演算法啦 的乘法 好說是不是啊 這個high level code 放在右邊給你做參考 基本上我們就是要把 右邊的code呢 翻譯成組合員的code 而是compiler 本來compiler supposed來幫你做的是 現在你自己來做 ok 好 在把這個 右邊的high level code 翻成toy的組合員之前呢 我們要先解決一個問題 沒有壞喔 你沒有file 你只有go2 你只有go2 在machine code裡面呢 沒有file沒有file沒有repeat 就只有go2 那你怎麼樣把這個file變成go2 所以是這一行是說呢 如果A不等於0你就繼續做嘛 對不對 那反過來講如果A等於0就不要做了 所以這邊這一行可以是說呢 如果A等於0 go2 ESIT 就不要做了 那ESIT是什麼 是某一行 就是這個回圈的出口 對不對 所以說如果A等於0呢 就不要再做了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就做這些事情 做什麼事呢 就是這兩件事 好那你做完之後呢 要怎麼樣 要回到quio這邊繼續執行嗎 所以這邊就是go2 quio quio是個label啦 我們就說quio在這裡 你說呢 做到這裡回到這裡 然後去確認說 A是不是等於0 A如果等於0就不要做了 離開 否則的話繼續做 到這裡再回來 確認A是不是等於0 如果不等於0 如果不等於0就繼續做嘛 等於0就跳出去了嘛 所以我這樣相當於 就把這個quio呢 翻成只有go2 我當然還沒有一個if啦 不過if就branch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行 A等於0 go2 基本上就是branch0 我去check RA是不是0 如果是0的話 就跳到 ESIT OK 好所以我先把那個quio 翻成下面這個樣子 接下來應該就比較容易翻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 首先你要把資料準備好 你有哪些資料 3跟9 和0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就呢 你要 找個地方放3 找個地方放9 找個地方放0 那放哪裡 隨便你 隨便你 好那因為呢 我的這個變數叫abc 所以就把它放到位置abc 當你要放在位置012 也ok 只是呢 我現在因為變數叫abc 我就把它放到 把3呢 放到位置0a 3放位置0a 然後呢 9呢 放位置0b 0呢 放位置0c 除此之外你還需要什麼 數字 其實你還需要這個1 你需要一個1 好那我把1呢放到哪裡 放到001 放01啦 我應該名字很像嘛 就叫1 ok 就像我講的 隨便你 你要放哪裡都可以 只是我就找一些諧音來放而已 ok 好所以我把常數準備好了 這是你的data 那接下來呢 你要稍微想一下 你的資料要分別放哪裡 所以我很合理的呢 我就會用呢 暫存器a 到時候來當作變數a 暫存器b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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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你就開始寫了 好那你就開始寫程式了 一行一行翻 第一行說呢 a等於3 也就是說呢 我要把暫存器a呢 變成3 那3在哪裡 在位子0a 對不對 所以我要把位子0a的內容 放到a暫存器 所以呢 我從10開始寫程式嘛 如果你要記得的話 好那我要把 那我要把 這是個什麼動作 把資料從memory搬到暫存器 那是一個load的動作 load是第八號指令 那要把哪一個位子 0a這個位子 送到哪裡 a暫存器 8a 0a OK 那就是把memory0a送到ra 那memory0a現在的內容是3 所以相當於a等於3 ok 好下面一行呢 以此類推對不對 11這一行呢 是把9送到b 8b 0b 那下面這一行呢 是把 這個0送到rc 所以呢這個是8c 0c ok 那再來呢 還有那個1那個常數 1那個常數 所以你要先把1呢 放到某個暫存器 那當以後要到1的時候 就用那個暫存器 ok 好所以呢 這邊沒有出現在這裡啦 可是你必須要先把這個 這個1先準備好 不然這個1要跟誰相加 因為相減啊 減法的時候 你只能暫存器 減暫存器 所以這個1不需要在某個暫存器嘛 所以你要準備好 放到哪裡會比較好 r1嘛 ok 所以呢 我就8101嘛 ok 做完這三個之後呢 你相當於 rA是3 rB是9 rC是0 rE是1 這四個指令 就把資料準備好 好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做那個 畫油迴圈嘛 畫油我不會做 所以我說 翻成下面這個 翻成下面這個 ok 好那我們怎麼翻 我這邊想做這件事 如果A等於0 就 go to ESIT 這是第14哈 那這是一個conditional jump 我要測試是不是0 所以branch0 branch0是指令C 對不對 好那我們要檢查誰呢 我檢查A是不是0 那A在哪裡 在RA嘛 所以我要檢查是A暫存器是不是0 如果A暫存器是0呢 要跳到ESIT那一行 那ESIT是什麼 很不幸的我還不知道 我知道它大概在這裡 可是哪一行還不曉得 所以我就要先控著 我先控著 待會再回亞天 等我知道它在哪裡之後 ok 好 好 那這個就是那一行嘛 接下來就把那兩行 對不對 C等於C加B 加是什麼 第一號指令 把RC跟RB加起來 結果放到RC 所以ECCB OK 下面這一行呢 A等於A-1 所以檢是第二號指令 把RA跟R-1 因為R-1放的是1 相檢 結果放到RA2A A-1 這16號指令 然後就沒了 不是沒了 勾吐壞喔 勾吐壞喔 所以下面這一行呢 要跳回壞又在哪裡 這一行嘛 這一行就是壞喔 要記得的話 這一行其實我們就說壞喔 壞就是E-4嘛 所以你要勾吐哪裡 E-4這一行 那Go-2怎麼辦 我們沒有Go-2對不對 我們所有都是Conditional Go-2 Conditional Jump 所以Toy沒有提供Unconditional Jump 就是要無條件的到E-4行去執行 不過呢你可以用C0 來代替這件事 C014 為什麼C014就是Unconditional Jump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一開始我告訴你呢 R0 always 40 有沒有 16個暫存器裡面 R0 always 40 那C0就是說呢 如果R0等於0 Go-214 那不是廢話嘛 因為R0 always 40 所以C0呢 其實就是Unconditional Jump 所以C0基本上就不判斷 你不判斷 因為他判斷那個R0 always 40 所以C0相當於這個條件 永遠會成立 所以他永遠要跳到E-4那一行去執行 就相當於Go-2的意思 那壞也我說過壞也就是E-4嘛 好那你現在知不知道ESIT在哪裡 就是E-8嘛 所以你是不是就可以把E-8填上去了 因為ESIT就是E-8 你把回圈的 離開回圈的那個點呢 那個位置呢 就是E-8 所以你就可以把E-8填回去了 那這行是做什麼 這行做什麼 你可以把C印出來 你把你成績印出來 那你還記得的話 是用Store Store到哪裡FF 把誰Store到FF 把成績RC 9CFF 那E-9呢 就是0000 OK 所以這個程式會怎麼樣 把3跟9 用連加法算出成績27 把27的16機會表示法 就是1B吧 OK 27就是16加11嘛 那11就是B嘛 所以它會印出001B 在螢幕上給你看 OK 表示呢 3乘以9是27 OK 好 這就是一個成法的程式 OK 你發現其實 雖然說我們只有16個指令 每一個看起來都很笨 可是呢 經過聰明的組合之後呢 它可以做蠻複雜的運算 比如說成法 當然我們這邊用的演算法呢 是一個比較爛的版本 我們用的是連加法 為什麼這個演算法 不是一個好的演算法 通常你們 一下或二上的演算法課 會教你們去分析 演算法的複雜度 做同一件事 你有很多種做法 每一種做法呢 它都有它的優缺點 那我們分析的 分析優缺點的一種方式 叫做複雜度 時間複雜度 比如這演算法要跑多久 那通常我們 最主要要考慮這些回圈 回圈通常是最費死的 好那我問你這個回圈 要跑幾次 A次嘛 因為A要從 它本來的值變為0嘛 每次減掉1嘛 所以這個回圈要跑A次 那我們在這 例子A是3 所以這個回圈要跑3次 那反過來講呢 如果你做一個1乘1萬 或是1萬乘1啦 你做1萬乘1 那我們知道回圈要跑A次 A是1萬 所以要跑1萬次 你要加1萬個1 那如果說你先去確認說 A跟B誰比較小 然後呢 把最小的次數來換的話 所以這整個 用廉加法來做 你的複雜度呢 會是你的乘數跟 倍乘數裡面比較小的那一個 如果你要做1萬乘1萬呢 那基本上是1萬次 一樣是1萬次 這回圈可能要跑很多次 所以它不是一個很有效率的眼上法 雖然它可以算出正確答案 那下禮拜呢 我們會教你呢 怎麼樣做一個 常數次回圈的乘法 這樣不是常數次啦 會跟你的bit數成正比 假設是16bit 也就是說呢 在Toy Machine上面 回圈OS只跑16次 可是呢 我可以算出乘法 OK 不管你的乘數倍乘數是什麼 我只要跑一個回圈跑16次 像到一個4回圈跑16次 我就可以算出乘法 不管你的乘數倍乘數多大 就是16次 OK 所以它是一個constant time的一個 當然不是真的constant time 它跟你的資料的這個size 是成正比 它跟log 那個資料的log 的bit數是成正比的 可是它是一個更有效率的 是一個演算法 可是要用那個演算法 你需要用到shift 那你幸運的是呢 我們Toy Machine的支援shift 我們的指令5跟6 指令5是shift the left 指令6是shift the right OK 好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今天大概沒有辦法去談 那個有效率的乘法程式 下禮拜我們就會來看怎麼樣 shift呢 去實作一個 只需要回圈跑16次的 乘法的一個程式 用Toy Machine Code來寫 一次 按摩 或許